現在是晚上的11點25 給大家看一下我在幹嘛 我在試這台炒菜鍋 我想說研究看它好不好用 可是小朋友在幹嘛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才來臨穿睡衣 所以盡量不要照顧它 他們在 好我切勁一點 他們在玩寶可夢的卡片 對 非常酷 好啦我要去試我的炒菜鍋了 我剛才試到一半 你要煮什麼 我沒有煮我只要試機器而已 我剛剛把它打開來放在這裡 我先跟文貴講 這台是米家供應鏈的 我剛才從打開到叉叉頭 其實它的用料質感是非常OK的 就是你會感覺它就是 就是不是那種很隨便 你看這個湯匙也是 那你說到非常好也不會 米家的東西就是這樣嘛 你用大概 65塊的價格去買到大概80塊的東西 大致上是這樣 不過它只支援220的電 就是它是 大家看一下這裡 它的叉頭 我先把它拔掉好了 好 這樣 沒有 關起來了 按到按鈕 把它打開來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它屁股 屁股阿 這個 還有可以 有水跑出來 的地方 應該是蒸氣 讓蒸氣滴出來的地方 就在這裡 那整個質感我照稍微清楚一點給大家看 這個我還不建議大家要買 因為連我都還沒用過 我只是好奇 想要玩看這個炒菜雞 這個在大陸有流行一陣子 可是 我很好玩 我有問大陸的朋友說 你們有沒有流行這個炒菜雞 他跟我講說 其實他們沒有很流行 他們都稱這個炒菜雞 叫做沒有靈魂的主菜 然後基本上米家 我先把沒有用的東西 先丟到後面吃 這個丟到後面 然後這個 它裡面就附了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 涼杯 還有一個小的 這個是大湯匙 這是小的 小的湯匙 然後還有這個 這很可愛喔 這有兩個 這個就是 這蠻可愛的耶 拿去給新店裡 你才一定看 他一定很喜歡 你看這個不可愛 你看 很可愛吧 那很難用 不好用喔 為什麼 你有用過嗎 有 因為他很難用 你會喜歡 我被拒絕了 他說這個很難用 可惡 真的不好用嗎 有用過嗎 好 反正不好用就不好用 放在這 然後炒菜鍋在這裡 不是炒菜鍋啦 炒菜的這個 這個質感還OK 感覺還不賴 接著我剛才有打開它的說明 他說 可以透過米家的APP控制 好 那我們就先來打開我的米家的APP 在打開之前 我先確認一下我的手機沒有亂七八糟的東西 我先打開米家的APP 我今天在逛小米的眾籌 好打開來 然後 我先把環境我切到公司 現在是在公司 我就先回家裡 看我們家的設備有72個 事實上是不只啦 很多我後來都懶得了新增 應該有在100個左右 然後 你看附近的設備 手動添加附近設備 我們讓他用搜尋的 看可不可以找到 找到他 因為他 有寫說 已經 進入 已經是有接入米家的APP 所以理論上 如果有加入米家的APP 我聽米家的肯是怎樣 如果你供應鏈的東西 要進他的APP 一定是要再給他一些授權費用 現在還在找 不要找不到 找不到我就丟臉了 真的 好 他說要 這邊有寫啦 要長按旋鈕7秒 我試看看 1 因為剛剛他WIFI燈已經有亮了 我就懶得按 好 我按了 那這樣我們找到 還是找不到 找到了 這裡 Solista 智能炒菜機 按一下 連到 我 因為他 我這個I'm Daddy 是只有 就是 2. 他大部分米家都只支援2.4的網路 不支援5的 那這個是2.4的 下一步 他還在連接 連接中 我不知道為什麼今天感覺有點咳嗽 今天可能冰的 喝的特別多 我都沒有抽菸喔 真的 我覺得我想要把眼界掉 應該已經兩三個禮拜沒抽菸 可是還是 就是 他選擇位置在客廳 然後 這個 名稱我先不要改 就下一步 開始體驗 然後 同意 那我們先看一下 他的APP 很聰明耶 如果我喜歡有介入米家APP的東西 因為這樣就變得很簡單 他這邊是 上面這個BAR就是選時間 對不起 我真的在咳嗽 然後 總共有爆炒 紅燒 蒸煮 燜燉 跟湯 所以 你這樣 從左到右啊 很簡單 可能就是火的大小啦 爆炒應該是火最大的 然後 我這邊先試一個 我按開始烹飪 它會不會開始轉 開始 有沒有 這邊就開始轉 有沒有 開始轉 那我要讓它停耶 我可不可以讓它停 然後按這裡 取消烹飪 它就停了 基本上它Wi-Fi 看起來是還是OK的 然後大概跟各位講一下它的構造 整個構造 那構造其實這一個 這個是可以拔下來的 這是有一個六角的 那個 靠在上面 那這個是有點磁力的感覺 跟大家講 你看 有沒有 有點磁力 它不是有 就是 不是硬鎖上去 或什麼 就是磁力的 然後我們把這個鍋子 這個鍋子可以整個拿起來 它構造非常的簡單 底下其實就有點 電磁爐的構造 有沒有 是跟米家的那個電磁爐 也是幾乎 可以說長的一樣 所以清洗來講 理論上是很簡單 可是我覺得我現在不要炒 現在炒下去 我一定會被罵 這如果要炒一些蛋 應該是很方便 那我先把它 蓋起來 它靠上去 等一下 有沒有放到底 它感覺是有點在飄的 感覺是就是需要壓 它蓋上去是沒有 沒有什麼吸力 什麼的那種感覺 並沒有 就是這種感覺 就是這樣 然後 它的 這邊 我們現在玩得非常開心 應該快結束了 然後這邊有個旋鈕 這個旋鈕啊 就是你看我在轉 就可以控制 像現在是爆炒 我往右旋就紅燒 往右旋就是燉湯 然後這邊就有焦 其實因為我詳細還沒看 我剛才玩了一下 就是按一下 按一下它就會自動開始 大概就是這樣子 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 暫停就是短按 暫停就是短按一下 取消的話就是長按兩秒 大致上就是這樣 功能其實非常的簡單 可是我要怎麼控制風 如果你沒有用手機的話 感覺上是不能控制時間的 因為它這邊都沒有寫 怎麼用控制時間 對啦 後面那個東西是收水盒 就是專門收水的 就是水氣會集中在後面 然後 它這蓋子啊 如果依這個 依這個圖來講的話 蓋子是可以拆下來洗的 我稍微看一下 可能 喔這樣子 應該就是這樣子 拆 好 有沒有這邊 很輕鬆啊 這個感覺很輕鬆 然後這個蓋子 就可以拿下來 不過這塊要小心 這塊我拿的感覺是玻璃的 就是 蠻要注意 可是 可以拆比較好 在清理上面 就比較簡單 好 那基本上我會覺得這台是什麼 再來就是電磁爐 加一個自動攪拌的東西 大概就是這樣子 齁 就沒有什麼 特別的 太大的 特別的 結構 就是這樣 底下就是個電磁爐 好 那我再來看一下縮影書 好 就大致上是這樣 就沒有這樣 好不好用 我不知道啊 那我最後再給大家看一下 APP裡面 APP裡面還有什麼 你看在這邊 智能炒菜機 它底下還有食譜 那食譜的部分啊 它就教蠻多東西的 我看一下有沒有 比較 可以 舉例的 或什麼的 其實這個 有時候這些APP 才是 這台機器的精髓啊 有時候 比如說 我舉例一個蔬菜好了 蔬菜它就會講說 這個人數是多少 食材是什麼 那調料是什麼 調料有什麼 然後 它連步驟都有寫 那基本上 就是 把所有東西 放進去 然後 你按 這邊按 開始膨韌 然後 它就會開始動了 基本上 就是這樣 好 它就膨韌中 好 那我現在要讓它暫停 就按兩秒 好 OK 原則上 就是這樣啦 之後 有炒 再跟各位分享 下次我跟新鮮蔡林 拍個PK 我用這個 他用那個 看我的炒菜 是不是真的沒有靈魂 就這樣 掰掰